说起何卓妍,恐怕很多观众都对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,但要是说起黄晓明版《陆顶记》里的双而一角,相信有不少观众都会想起她的模样。 作为入行将近有13年的女演员,何卓妍其实是选秀出身,并且她还与赵丽颖是在同一选秀比赛上出道,只可惜同妻不同命,如今的赵丽颖已然成为了人气花旦,而何卓妍却很少为人熟知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何卓妍是杭州妹子,她曾经参加过超级女生比赛,但由于表现青涩,最终止步于杭州唱区第六名。 后来何卓妍还跑去参加了雅虎搜新选秀活动,为此,她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张继中组的冠军,并且还拍摄了广告今生前世。 在张继中的引荐下,何卓妍进入了演艺圈,她排摄的个人第一部作品,正是黄晓明主演的新版路顶纪,由于其长相可爱,气质甜美,何卓妍一下子收到了观众们的喜爱,甚至她还被大家封为史上最可爱的双儿。 为了尽可能还原人物形象,何卓妍专门学了两个月的武术,体重一度报受十斤,这让原本看上去就志气的她,显得更加小巧玲珑,后来,何卓妍还主演了张继中组指导的武侠剧《大唐游侠传》,为此,她荣获了福布斯最具潜力名人奖,成为福布斯获奖历史上最年轻的明星。 那一年,何卓妍才刚刚十八岁,由于表现不错,她还接二连三出演了《冰胜》《以天图龙记》《西游记》《全城热恋》等作品,原本按这样发展下去,何卓妍持岛会大红大紫,可偏偏她患上了重病。 据悉,在拍摄《战争剧拯救女兵司徒会》时,何卓妍为了尽可能还原人物本身的形象,她增肥二十斤从而患上了甲状腺炎,为了修养好身体,何卓妍不得不暂停手头所有的工作,一直到下半年,她才复出拍戏,但由于病况严重,没过多久,何卓妍又暂停了工作。 就这样,何卓妍错失了事业发展的好时机,等到她真正病欲归来,娱乐圈早已更新换代,原本与她一同出道的赵丽颖,成为了当红花旦,而何卓妍一度沦落到拍网剧《维生》,除此之外,她还建立了自己的女装品牌,从而开店做起了老板。 如今,何卓妍,二十九岁,尽管付出这么多年以来,她的人气早已不复当年,但她依旧在勤勤恳恳地拍戏。 对此,有不少网友表示祝福,并希望何卓妍能早日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